注意就是說這個地方會用這個工作表物件新增工作表的話 那After就是增加到後面去 那Before的話是放前面 不過一般的話是放後面比較多 不過如果你假如說有不同方向的需求你就換個方向 另外的話第幾個工作表 去點抗這個這個屬性也蠻重要 總共目前工作表的數量有幾個 那比如兩個他就放在第二 所以這一句話意思是說幫我新增工作表到最後面的意思 然後點抗的話就是更改它的名稱 叫什麼名稱我們是從這個工作表裡面去抓第幾個 比如一般的話是放在2 所以是L2然後在L3L4 那分別的話就幫我把它完成這個動作 那做完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如何刪除 把1、2、3刪掉 那特別注意喔 刪掉的話請各位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如果你今天喔 假如說刪除的話有點像這樣 假如說我們跑個回圈 應該是forI等於第三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刪到去點抗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有沒有 刪刪掉之後應該刪第四個 可是喔如果你把第三個刪掉的話 第四個會是哪一個 有沒有 這個 那二班就刪不到了 變成你要再把I減掉一耶 所以喔非常的麻煩 也就是說你會想說 我這個地方為什麼要把它刪掉 為什麼我那個批次刪除工作表 特別注意喔 我是用反向刪除 那為什麼反向刪除呢 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個有個好處喔 就跟那個刪除那個列一樣 因為如果你刪掉三班的話有沒有 你在往前的話 它並不影響 概念大概是這樣 所以喔我寫的方法 我把I等於去點抗 到第三個工作表 後面加一個step-1 因為我要越來越少 我是從後面刪回來的 這招也是我想出來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從前面刪 每次都要把I減掉1 我覺得好麻煩 加1又減1 有時候那個位置都搞錯了 OK喔 那如果你是反向刪除 這個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我覺得還蠻單純 完全不會出錯 OK喔 那第二個如何刪呢 你就把forI這個呢 這個呢 去詞刮弧的話呢 就給I就可以了 這意思是說第幾個 比如說去點抗5個嘛 所以把第三個刪 點Delete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點Delete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直接把它執行 它就刪掉了 那這個就可以新增 OK喔 但是請各位特別注意喔 因為在2016以後的版本 它好像刪除喔 不會像我們之前會有個狀況 2013以前的版本會這樣 刪除它會跳這個 欸 是否繼續 OK 那新的版本不會跳 但如果你的環境喔 還在2013以前的話 那會跳 那你怎麼樣 你每次都還要是否刪除 那如果一堆工作表 你每次都按刪除刪除 它才能夠刪除 你不能按取消 你按取消就不OK喔 因為回圈就會跑錯誤喔 那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是舊的版本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 這個前面呢 把那個 剛剛跳出來這個東西喔 這個叫做Alone 這個叫Alone Alone的話 就一個什麼 警告視窗 一個小小的警告 跳一個 警告視窗 OK喔 那如果你不要讓它出現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關掉的 關掉的方式喔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有權力關掉的是什麼 Excel本身 Excel的物件叫什麼名稱呢 叫Application 實際上就是App 那個Application 那個手機的App 其實也就是這個單字喔 Application 點 底下的話呢 你要把它關掉的話 就是不顯示 叫做Di有沒有 Di大概就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有個DisplaceAlone 要不要顯示 那個警告視窗啊 那你後面的話 可以把它等於什麼 等於Force就可以 關掉 這樣子 但是呢 記得喔 你在迴圈跑完之後 請你再把什麼 把這個DisplaceAlone 等於什麼 等於True 因為如果你不把它打開的話 那以後都不會出現 也是好 奇怪怎麼它沒有警告 那這當然就怪怪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但是因為新的版本 它就不跳了 那怎麼辦呢 還要說一下 不然以後如果你用的版本 不是最新的 那因為我發現很多企業 還是在用比較 舊一點的版本 因為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這麼有錢 因為你看到授權嘛 那授權費用很貴的 OK喔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再做按鈕 刪除 新增有沒有 你知道 它可以大量做 如果說呢 你們回去可以找找看 有沒有類似的相關資料 馬上可以用 應該很多 有沒有 你先做什麼 先把它移除重複 然後呢 再做這個資料過來 但問題現在沒有東西 那刪除也很簡單 最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什麼 不是只有什麼 增加這個 而是希望能夠 把資料順便帶過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後面的話 其實 你只要增加三行程式就可以了 哪三行 其實 最關其實有兩行 第一個的話 就是Range本身 有一個方法 叫Auto Filter 那Auto Filter 實際上呢 就是篩選的英文 所以我看到 英文的版本 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話 那可能這上面就不叫篩選 它應該叫Auto Filter 或者叫Filt 叫Filt OK 那另外的話 再利用一個功能 就是剛剛用過的 叫什麼 點Copy 有沒有 到哪裡 就OK 因為我們貼過去一定到A1 A1自動延伸出去就好了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只有這兩行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一樣我們的名稱叫分割工作表 底線篩選好了 OK 所以我就把這邊的程式 先把它Delete掉 然後我拿剛剛的新增工作表來改好了 那只要改 那兩行進來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別是喔 結構都一樣喔 只有增加兩行 那那兩行怎麼打上去的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請你先簽到VBA這頁面 然後呢先用Range 先不要打Cheats 為什麼不要打Cheats 因為如果你打Cheats之後的話 後面那些方法的提示就不出現 我們先跟他講說哪個範圍 從那個A1一直到哪一個呢 到1的12 這個是我們的範圍 電 後面的話請你加一個AU就可以了 有嗎 Auto filter 有嗎對不對 這個 就是篩選 空一格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啦 Field Field 你選擇的就是藍 哪一藍 你要根據哪一藍就篩選啊 第幾藍 特別是要只能給數字喔 不能給ABCD 哪一藍 第一藍 有沒有 根據這一個 特別是要我先跟他講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 的第一藍 這個就我要篩選 就給1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你為什麼前面沒有打那個參數名稱 當然你這邊前面也可以打什麼 打剛剛那個名稱 比如你就打什麼 Field 你可以打Field Field 然後冒號等於1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有個技巧 就是如果你按照順序給參數的話 前面這個可以不要給 懂意思嗎 剛剛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剛剛AFT一定要打 因為AFT在第二個 前面還有個before 我們不是按照順序 所以一定要給 這個概念有的話 以後其實學這個就還滿簡單 因為他都會提示啦 我覺得VBA還滿人性化的 像我即便沒用過的任何東西 我看我大概就知道 為什麼 因為都長一樣的嘛 那只要看懂後面的訊息 大概就知道給什麼東西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那豆點 這是什麼 Criteria 1 指的就是你的條件 什麼條件 欸 我要查什麼 查一般嘛 那一般在哪裡 因為回圈裡面第一次一般 第二次二般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什麼 拿這個來放過來比較好 拿這個有沒有 放到這邊來比較好 複製過來比較好 那過來的話呢 他第一次就一般 第二次就二般 第三次就三般 有沒有 L藍嘛 L有沒有 指的就是這個啊 第一次一般 第二次二般 第三次三般 好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那再來的話呢 Enter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 我沒有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記得你最後還要再做一件事 把這個前面再加什麼 哪個工作表 到前面來 如果這個沒加的話 那他也會找不到 OK喔 可能要注意 那你說老師你剛剛為什麼不先加 因為如果你加了之後 你這個後面的提示就不會出現了 有沒有 你現在這個地方點下去 他就沒有啊 他沒有 沒有的話 你要自己來 我覺得是蠻累的啦 但你可以背啦 Auto Filter 然後再 當然我是覺得 寫程式總要愉快一點吧 對不對 OK 不要那麼辛苦啦 雖然你可以背得起來 但是我不建議啦 沒有人那麼 那麼喜歡 自虐吧 是不是 總是喜歡寫程式 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都是一種 愉快的寫作法 OK 應該 應該沒錯吧 我這樣不會給你們很麻煩 而且我都想過 這是我多年來的經驗 直接告訴你 OK 再來的話 底下的話還是一樣 我要Copy 所以把它Copy 後面的話 其實就是 把這個一樣 複製到這裡 前面那個Shit先不要複製 因為你點下去 我要Copy 因為我篩選完之後 有點類似像這樣 他就是資料的篩選 然後我就留一般的 那再來我要怎麼 把這一整個 範圍裡面Copy過去 實際上 你就直接 怎麼 就是直接 在後面直接寫點Copy就可以了 一模一樣的範圍 然後Copy到哪裡 Copy到A1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的話就是Range 直接拿這個來 A1 那可是問題來了 哪一個A1呢 Copy過去的A1 就是現在新增的這個 所以這個前面不用再加 因為我們理論上 新增的這個 就是我們要放的 所以這個地方 前面不用加Shit 但是Range的這個前面 一定要再加 再把它加上去 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OK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就這兩行而已 沒有別的 但是可能要熟悉一下 雖然只有短等的兩行 但是很多地方細節 我是怕最容易犯錯就是這個 前面沒有加 這個工作表 然後先篩選 然後再Copy 然後試一下 OK 所以我先把它刪除掉 然後一樣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還是建議按F8 租航來跑一下 所以Add一個 重新命名 一般 然後再篩選 可是你按這個篩選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它篩選是在這裡 有沒有 OK 你可以偷偷切過去 但是你要記得切回來 不然你等一下跑程式會失敗 OK 然後再把它Copy過來 如果這一行OK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這邊為什麼沒有加那個去證明 因為剛好這個地方就放在這裡 所以前面不用加 OK 然後把它Copy過來看看 一般過來 有沒有 OK 然後再下一個 Add 就這邊二般了 所以重新命名二般 然後篩選 所以前面理論上已經變二般了 然後Copy過來的話 那也是二般了 然後再來就一直類推 三般 然後切回去 不過你會發現 當然這樣狀態其實也不影響 只是說這樣狀態 感覺就好像是少做一件事 所以我最後多一行 哪一行呢 就是把它恢復回來 就是把這一行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這裡 後面不要加參數 意思就是把它恢復的意思 所以後面沒有加參數 恢復 OK 這樣就完整 所以喔 就等於是把剛剛的那個P4新增工作表 再加上二加一行 其實好像也把這一行複製 那一行應該不算多一行 OK 實際上只有兩行而已 OK 請各位試試看 來 畫面還給各位 其實盡量就是說 有些東西也不用死背 像有些東西上面都有了 有沒有 你就盡量按照它的提示 然後根據你要的需求 把你要的這些動作 全部串在一起 那你就會很快得到你要的結果 哇 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 所以它每天可以變出很多花樣 每天每天 說真的很多時候就是把整個 所有的流程喔 所以我發現很多公司 很多同事 每天做的事情 我都可以一下子全部把它寫完了 我是怕我全部寫完 它就沒工作了 這是我看到的這種心得 但是我覺得 後來發現 你也不能太好心 那你會永遠做不完的事情 而且它會變成說 它沒事做了 它如果都做完了 它要幹嘛 我還滿擔心說 公司就想說 那你就沒有用了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發現真的